最近買了一隻碟 聽完令到心情非常複雜 是真的說得上又愛又恨 為什麼呢? 首先說了一隻碟 就是Fever Fancy 是泳儀的新碟 泳儀之前那些碟我是買完 就是之前那幾隻是買完的 為什麼會買呢? 因為我看到Facebook和Hi-Fi Duck去了日本錄音 介紹了Crew、錄音室、很漂亮的instrument等等 看完那些影片就很想買 所以一出我就買了 但是一衝回去一聽 期望很大 但一聽,尤其第一隻是《天躍有情》 怎麼這麼乖? 尤其他人聲一入那一刻已經很怪 我不知道是不合適還是什麼 就是我不懂 總之我覺得為什麼入得這麼怪? 而且入得這麼怪之餘 譬如樂器的清晰度和人聲的清晰度的對比是很大的 樂器是很清晰的 但是人聲是很蒙的 我是用35A聽的 是Roger 15音的白吐詞 理論上應該 你的人聲是OK的 就應該很清晰 但是就是剛才我說的 第一首歌已經 為何萌萌的聲音 然後我是聽到覺得不舒服 我簡直要skip那首歌 然後我跳第二首 就是可能第一首你還沒聽習慣 跳第二首看看會不會喜歡 然後第二首《外遊如生》都是這樣 然後第三首都是這樣 直至我跳到第四首《生不了情》 就是我本來我跳到《生不了情》 我已經是失望 我打算跳 但是咦? 不是的 《生不了情》很好聽 就是人聲樂器又完全合適 然後很舒服 接著聽了全首 甚至是有一個再重複去聽的衝動 不過我心想不如你現在聽得這麼舒服 不如你聽到第五首會不會也是這麼好聽呢? 接著第五首又是這樣 也是覺得總是有些怪怪的 又跳了 接著去到第六首 完全因你 又好聽 又是聽完全首 又是想重複 但都沒有重複 然後跳了下去 第七首 第八首又是好像剛才一二三首一樣 又是 總是怪怪的 又跳了 去到第九首《薰衣草》 然後《薰衣草》又是好像《生不了情》 就是那個心情是很複雜 因為很不好聽 不行 我要不聽 然後一聽 哇 很好聽 就是很兩極 我聽這首歌的時候 為什麼這麼奇怪呢? 我剛才說過 就是 它的樂器是很清的 樂器的定位 那些音質都是很清晰的 但是 不知為什麼那個人 那把聲音 總是前面有陣子的 有陣子的 如果這樣聽 樂器是沒有事的 然後 可能因為這個清和不清 就覺得 總是好像不是很相配 樂器跟人不是很相配 那我就覺得 這東西是有點怪怪的 那我就想 咦 哪裡出了事呢? 難道 Hi-Fi得搞搞震 因為Hi-Fi得很有趣 我上過他的辦公室 在中文那裡 Hi-Fi得本身是賣Hi-Fi 在他那裡聽 差不多聽什麼都好聽 尤其上次 這隻中鎮圖都是他做的 這隻中鎮圖未出門之前 我就在他那裡聽了一次 他給我一個最現實的 照片 一聽 哇 好聽到這樣 然後 撲到出去買 立即 買回來 都是好聽 沒有泳儀這個效果 全隻碟都覺得是好聽的 那我心想 會不會今次這隻碟 在Hi-Fi得聽會是不同呢? 好了 所以我就打算 拿著這隻碟 撒上去 你搞什麼? 這樣 坐在那裡聽一次 然後再告訴大家 是覺得怎樣的 我雖然有說他有些東西 不適合我聽 還有有些東西很適合我聽 不是叫大家不要買 即是香港人 就經常都是 有些背口就不要買就算了 我不是的 因為這隻碟 是真的有心機做的 他在日本錄音 然後在德國印製 我覺得香港是應該需要 越來越需要這麼認真 這麼肯扔本的製作 所以我歡迎大家都聽聽這隻碟 然後跟我討論 然後如果我真的有空 去到Hi-Fi得聽 再告訴大家 是不是依然有我剛才這麼古怪 這麼由愛又恨的感覺 在那裡